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梦想照进现时 城乡融合之路将走出怎样的精彩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农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乡村振兴一年间系列节目 乡村振兴战略从提出到现在的一年时间里 乡村在发展的路上不断迈进 城乡差距也在渐渐变小 城乡融合既是乡村振兴之路 也是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那么城乡融合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城乡融合有哪些发展经验呢 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四川省去看一看 这里是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 今天村民们聚在这样一户小院里边特别忙活 他们在干嘛 我们去看看 你好 你们这是在逢什么呀 我们在做那个中药香包 逢伟原本是成都的一个普通上班族 如今他来到竹艺村租了一户农民的院子 经过设计和布置经营起了一家手工体验馆 在大城市的商场里 各式各样的生活体验馆有很多 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把生活体验馆开到了农村呢 想把父母带过来养老 然后结果来了以后被这儿的环境和政策吸引了 觉得可以经营一些东西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情怀放到这边 然后慢慢地就衍生了要做这个生活体验馆这个想法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要建设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封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中国农村 其中 城乡融合就是七条乡村振兴工作道路中的首位 崇州市的竹艺村为了吸引更多的城市业态 在农村落地开花 从2017年开始 竹艺村开始公开招募新村民 像冯伟这样 从城市来到农村经营业态的新村民 得到了建设 融资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乡村建设的试点 所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有很多游客 然后也有老村民 我们有在地文化竹编 然后再加上我带过来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理念 所以就还挺受欢迎的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强调 综合考虑村庄演变规律 集聚特点和现状分布 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半径 合理确定县域村庄布局和规模 避免随意撤并村庄 搞大社区 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 加强乡村风貌整体管控 注重农房单体个性设计 建设立足乡土社会 富有低域特色 承载田园乡愁 体现现代文明的升级版乡村 避免千村一面 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 如今顺应着城乡融合新的工作思路 乡村特有的环境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 开始焕发生机 在崇州的竹艺村 竹林 林盘 竹编 巧艺 正在成为地域特色 田园乡愁的新载体 小时候啊 在家里面大人房 我们就学 在这里只有多年没有封 为啥都不封了呢 因为不没钱 封在那里没有封 当地村民告诉我 从没有想过 自己小时候就会做的东西 在文创产业的带动下 这么受游客欢迎 更没有想到 旅游忘记游客多的时候 每天做做这些小玩意儿 还能多赚一百多元钱 除了缝香包和古法布和膏之类的 古法古方 在新业态中被重新发掘的 还有竹艺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道明竹编 其实在来到竹艺村之前啊 我对竹编工艺到底有多精巧 是没什么概念的 直到我在这里啊 发现了这个 这看起来是一个竹子编成的瓮 手感摸起来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家里睡的凉席 但是它里面却是装水的 而且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塑料啊 玻璃之类的成分 就能做到滴水不漏 所以这个竹编工艺对我来说 就更加有吸引力了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种专门对游客开放的 竹编工艺课 现在我们就一块儿进去体验一下 竹艺村四周竹林葱玉 有传世的竹编手艺 文化特色鲜明 从前小到生活器具 大到开业花篮 都靠村民们的一双巧手编制 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发现 外出打工既能在大城市体验多样文化 又能赚到更多的钱 这门手艺就慢慢地冷落了下来 现在毕竟这个人做的也少了 那为什么少了呢 因为这个不赚钱 城乡融合最怕一刀切式的规划 照搬照抄经验 最后导致全国农村千篇一律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一年间 竹艺村重新将道明竹编作为依托 以设计为媒介 以文创产业为特色 将城市的发展思路 产业模式引入农村 用于发展竹艺文化和竹编产业 如今的竹艺村 村子里越来越洋气 老手艺越来越热门 村民们纷纷回到了村里 干起了竹编的老本行 把这个东西给生起来 这是我们道明竹编的一个传统文化 所以说我们也来学习这个 跟传承下去 好 欢迎您回到演播室 我们乡村振兴一年间 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了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 欢迎您魏司长 好 谢谢 今天特别想请您谈一谈 城乡融合的问题 因为城乡融合也是个大话题 但是怎么样因地制宜地 搞好城乡融合 这个规划做出什么样的部署 城乡融合 这是这次一个 是一个很重要 乡村振兴 是推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 这是乡村振兴当中 无论是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 还是乡村振兴规划的部署 都在这里做了很系统的安排 那么总书记强调 就是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 城市和农村一起抓 就是城市文明和乡村的文明 是各有千秋的 就是城市现在有便利的生活条件 有时尚的生活方式 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那么乡村应该说 人们都是非常向往的 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看 它也有宁静的自然环境 也有独有的这种生活的习俗 还有就是丰厚的历史传承 这也是城里人向往 所以它两个方面 都有相互的相向 这样的一个向往 那么推进乡村振兴 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就是既要推动城市的基础设施 向农村的延伸 城市的工夫向农村的拓展 同时乡村的文化 也要注重文化的尊重 乡村的农工文明的传承 就是以成为以成代乡 成乡互补 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 互联融合 那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 共荣共存相互出界 广袤的中国农村 有59.6万个行政村 317.1万个自然村 自然秉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 如何运用乡村特点 为城乡融合找到发展特色 这个问题在四川省 找到了很好的答案 川西平原沟壑纵横 独特的地形 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林盘聚落 林盘是指成都平原 及丘陵地区 农家院被高大的桥木 竹林 河流及外围耕地 自然分割 有机融合形成的 农村居住环境形态 四川省借助地理特点 大力发展林盘经济 以林盘为单位 发展各不相同 各具特色的林盘产业 在四川省崇州市 吉咸乡山泉村的 徐家渡林盘一个农场里 村民们正在地里忙活 走进农家院 还有几位在凉亭里 坐着的村民 若是不看面孔 我还真没有想到 在这农场里忙活的 竟然是一群 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我叫克里斯托弗 你可以叫我克里斯 我叫斯塔弗尼 克里斯是一名 来自德国的电器工程师 他的女朋友斯塔弗尼 是一名附建治疗师 也来自德国柏林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 跨越七八千里的距离 从德国柏林 来到中国成都的 这个小村子呢 他们来做什么呢 我们通过旅行来到中国 我们来帮助这里 设计一个儿童博物馆 建成后 孩子们会知道 植物是怎么生长的 并且还会有一些手工场地 让我们了解这个农场 克里斯告诉我 他正在利用一年的时间 进行环球旅行 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被这个农场的 公开招募吸引了 经过报名筛选 他和女朋友将结合自身专业 在这个农场 进行为期两周的设计建造工作 而这里所有的外国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国际志愿者 我在法国是一名母乳喂养营养师 我可以教会农村的母亲们 如何科学喂养婴儿 对于我们来说 科学膳食离不开食材 我需要知道 这些食物都是怎么种植出来的 而中国这里有大量的农事活动 可以让我去感受 来自法国的国际志愿者安娜 也是利用旅行时间来到这个农场 她今天的工作任务 是在蔬菜大棚里收菜 在开垦一块菜地 为什么这么多像安娜一样的外国人 愿意停下城市里的工作 来到中国农村 他们又是怎么被召唤到这来干活的呢 当时从农场成立之初 我就也比较有国际化的思维嘛 就农场就加入了 世界有机农场集会组织 那个时候就开始招收国际移工 到农场来移工换食素 体验中国乡村的这种农耕的文化 还有乡村的这种乡土的文化生活 陈浩就是这个农场的主人 因为心里始终装着 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博士毕业后 他放弃了北京快节奏的 IT精英的生活 来到徐家杜林盘 转型成为了一个 专攻现代农业的农场主 然而当陈浩带着现代科技 落地农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面前出现了一个大难题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 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到乡村 来和我们共同来创业 如何留住农村的年轻劳动力 如何吸引城市年轻人向农村流动 恐怕这也是许多中国农村 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年轻人不返乡不下乡 先进农业技术 科学管理模式等各种元素 也就无力向农村流动 城乡融合过程中 元素流动的不平等 让许多发展中的乡村 缺乏动力觉得吃力 可现在在陈浩的农场里 除了国际义工 我还见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王灵珍和唐磊都是大学生 那么他们为何愿意来到山泉村呢 因为本来我是学博音主持 它这边整个的院子 设计得非常地文艺 然后就觉得我 就是既可以来这边拍一些 对我专有帮助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摄影作品 然后也可以增加我对这样 田园生活的一些建设吧 每个人在城市待久了 过后他都有一种那种 很想回农村那种感觉 但是回农村了 他又技术设施啊 交通便利等等不方便 然后这里刚好就结合了 这两个当中的一些优点 此时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 城乡融合改变了农村的传统风貌 农村对于他们的未来事业和生活来说 意味着更广阔的天地 唐磊告诉我 他现在就读无人机专业 这次来到农村 他发现了无人机在农村 更广阔的应用和更大的需求 比如说农业质保 还有农村的一些宣传方面的 还有一些可以带领 就是农村的一些小朋友 没有见过这种新兴的 厕所改造 村荣村贸改善 水电器三通 越来越多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 客观条件上拉进了农村 和城市生活品质上的差距 也为元素向农村回流提供了动能 城乡融合后 农村显露出的发展空间 更吸引的年轻人想来愿意来 陈浩的农场就像是一个 城乡融合的实验室 让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未来 在农村开创事业 开始生活的可能 而对于在这片土地上 土生土长的人们来说 家乡业态的多元化发展 催化了他们的乡愁 推动了他们回乡的脚步 大家您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 做的 回锅肉 对 是油锅饭的那个 对 对 对 赶快试试它 这个回锅肉的味道吧 显德青家也在徐家渡临盘 紧挨着陈浩的农场 显大爷自家原本做豆花 女婿唐红平时都在外面打工 而自打农场来了 越来越多的城里客人 显大爷家的手工豆花备受喜爱 豆花卖的比平时多很多 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我是大概半年了吧 就才开始做 那之前呢 之前我在咱们在镇上 一个那个铸造厂里上班 那收入有变化吗 收入变化大了 咱们在那个厂里面吧 也就是三千块 三千块左右 现在吧也就是要达到四千块多一点 随着到显大爷家吃豆花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显大爷的女儿女婿都回到家里 来帮着做起了豆花 不再是自己留在村里生活 孩子都回到身边 显大爷可开心了 都开心嘛 我儿子都回来了 就心里就开开心心里 随着近些年城市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 尤其像四川省 整个村子见不到年轻面孔的空心村现象越来越多 而随着城乡融合工作 在四川省的落地推进 城乡融合充分结合当地有特色的临盘经济 利用湿润气候下的竹林景观 因地质疑发展文旅产业 增加了就业机会 盘活了农村资源 吸引着年轻劳动力返乡 在徐家度临盘的三十五户村民中 像显大爷家这样 有年轻人返乡的农户 大概就有四五家 一个农场盘活了整个临盘的产业 吸引着游客也越来越多 变化很大了 现在规划出来了 规划的环境空气比城里好多了 丛州这边的乡村建设搞得很好 包括它的整个乡村公路 还就是这些农场 周边的农场农家乐 我觉得都很好 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家庭出来 过周末呀 城乡融合的发展引导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 城乡融合过程中农村旧贸唤新盐 新修了村路 新装了村屋 新引进产业 新完善的基础设施 吸引了更多城里人向往田园生活 城乡融合实现了城里人梦想当中的田园生活图纸 同时呢它也发掘和发展了乡村 绿水青山 古朴文化等各种各样的资源 城乡融合过程当中的元素平等置换 可以说未来将在乡村振兴工作当中 发挥更大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航天精神中华行继康师傅食品安全科普展陕西省西安市首秀 为大家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感受航天魅力的机会 我们一直非常佩服航天精神 因为做好航天其实要讲科学的 那跟我们做食品是一样的 要从农田到餐桌 我们承担的责任是很重大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航天学习这个精神 该展览为期三年 作为全国性航天科普巡展 西安为首站 此次活动使航天科普触及更多人群 并通过对标航天品质 对接航天管理 掀开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新篇章 近日在四川省西昌市举办的 已购代捐认购会上 梁山遗族自治州17个县市 带来了最具特色的农产品 与会的500多家单位和企业 通过已购代捐的方式 集中认购大梁山特色农产品564个 为梁山脱贫助力 为百姓增收 添砖加瓦 以购代捐 是指以适当高于市场价格 从贫困户手中购买农产品 以代替资金捐赠 以实现帮扶 这场梁山州已购代捐精准扶贫 2018年至2020年集中认购活动 全州2072个贫困村 都有至少一个以上的帮扶部门或企业 与其签订协议 有的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 购买核桃 土豆 生猪 肉羊等农产品 使贫困群众增收效果明显 本次以购代捐活动 共有563家单位参加 全有今天达到27.3亿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郊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去郊三农 明天我们再见